我问我只有何家 天地大是海我家 只情趣若为轻易付出代价 月亮我也能扛下 无所谓天下无敌 神兵器同抢铁 毕业有空隙 八九万元 还有谁呢 这神去 做一位垂死女儿的父亲 的确太不容易了 没有任何一位父亲 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 慢慢死去 你知不知道 你根本就不该来的 但我已经来了 你知不知道 我以前见过你 就因为见过你 所以才要你来 是你想法子要我来的 别人都说 我这种病 只有一个法子才能治愈 就是跟男人在一起之后 才能治得好 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试过 因为我不信 也不愿意 不愿意害别人 我并不是个心肠那么好的女人 可是我 我讨厌男人 一碰到男人 就恶心 我要你来 只因为不讨厌你 现在 你是不是已经完全明白了 这些话 我本不应该说出来的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之所以说出来 只是为了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 不要怪我的父亲 这件事因我而起 你要怪就怪我好了 或许 还要怪另一个人 那你指的另外一个人是谁呢 那个要你来的人 你认识他吗 我只知道 有些人为了十万两银子 连自己的兄弟也可以出卖 你认不认得张姐姐 谁是张姐姐 那补阿娟爱卿他们呢 你认识这些人吗 这些名字 我根本从未听说过 其实你不该怪你自己 为什么 因为 你也被人利用了 被利用做杀我的工具 是谁利用了我 是谁想要杀你啊 我现在还不知道 不过有一天 我一定会知道的 知道了才告诉你 我真的不该太信任张姐姐 她为什么要如此对我呢 我除了知道 她的名字叫张姐姐之外 对她这个人 根本一无所知 甚至 连这名字究竟是真是假 我都不知道 储留香啊 储留香 这个女孩子除了会害你 害得你头晕脑胀 头打如倒之外 对你还能有什么别的好处呢 怎么样 是不是很凉快啊 方圆八百里地 你若能找到比这里更凉快的地方 我就佩服你 我找不着 那你若猜得出 这水缸是怎么弄来的 我也佩服你 我也猜不出 你就猜猜嘛 你的胡子 几时变得这么长的 刚才 刚才 一个人火气大的时候 胡子长得特别快 难道 你以为我是在故意骗你 故意想害你不成 你难道不是吗 你 既然我是那么恶毒的女人 你还拉住我干什么 我不拉住你拉谁啊 你喜欢拉谁就拉谁 跟我有什么关系 既然跟你没关系 那你干嘛打翻粗坛子 谁打翻粗坛子了 你见鬼了 我看你刚才就晕晕的 到现在会儿都没回来 不过 晕死了也好 像你这种人 死一个少一个 你真的希望我死 我不希望你死 我宁可自己死 也不希望你死 真的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也许 我也有点晕了吧 他走了 走了 就这样让他走了 你不后悔啊 后悔 我后悔 因为他是我第一个喜欢的男人 正因为我喜欢他 所以我更加不能害他 如果他和我之间 有一个人一定要死 我宁愿选择 自己去死 孩子 你这是何苦啊 爹以为你能留下他的 没想到 楚流香 就跟传说中的一样 他想走 谁都留不住 爹也做不到啊 孩子 你不会怪爹吗 不 爹 我不怪你 一点也不 你已经为我做得够多了 剩下的 就要女儿自己承受吧 孩子 爹 你赶紧把对付他的人 都叫回来吧 我不想他有什么闪失 罢了 连你爹 都留不住楚流香 他们几个 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诸位 你们几个都是武林界的顶尖高手 今日金某 有一事相求 四爷何出此言 我们的命都是四爷救下来的 为四爷赴汤蹈火 我们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的 是啊四爷 有何事 但说无妨 让你们 去抓人 四爷 对方有多少人啊 以至您动用我们几个来对付啊 没错 在座的几位 哪个不是以以底百的高手啊 只抓一个人 只抓一个人 只抓一人 谁知道我们如此心事动众啊 楚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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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想要见她一面 至于你们几位 能不能把这个传奇人物给我抓到 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为了不让他们把你的事说出去 也只好让他们 你把他们都杀了 当然没有 只是那个花夫人 似乎被楚流香迷住了 如果她为情所困 只怕她什么事情都会说出来啊 爹 你又杀人了 你答应我 以后不要再杀人了好不好 好 好 爹知道楚流香 是个一诺千金的英雄 爹也不希望她有什么善事 爹 我不想听到她的名字了 哦 你放心吧 爹不说了 不说了 你知不知道那位金姑娘是个有兵在身的人啊 我若知道怎么会让你去 但现在你知道了 你进去之后 因为我不放心 所以 我就跟了进去 看来 你也讨厌 看来那家伙很快就会没命了 看来那家伙很快就会没命了 对呀 我们家小姐的病真的是很可怕 本以为是没得救了 但现在总算找到一个提死鬼 染上这个病必死呀 哟 小声点 老爷交代 就算他跑不出来 外面也有一群人等他 反正他一定是没命了 来人哪 快来人啊 这里有个才华贼 快来人啊 我想 金四爷本来也不赞成这样做 可是 他又不能不这样做 所以 他也很痛苦很不安 才想将你杀人灭口的 其实我并不怪他 作为一个父亲 那样为女儿付出 就算做错了什么 也是值得原谅的 况且 我觉得这些 都不太会是他的主意 你知道 是谁的主意 那当然是想杀我的那个人了 不错 我也是上了他的道 所以才会叫你去的 我本以为 他会在那里 因为他告诉我 他会在那里等你 他亲口告诉你的 你认得他 既然你知道他是谁 为什么不肯告诉我呢 我现在只想逃走 你跟我一起走吧 要逃到哪里去呢 不管逃到哪里 只要是没有别人 只有我们两个 在哪里 这世上 绝没有别人找不到的地方 可是 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 哪怕 只能在一起待一年 待一个月 甚至 只能待一天 我就已经很快乐 很满足了 岛乡 干什么 我就不操红的 你带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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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子 你带回公司 你看 你知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不知道 那麻雀姑娘正在求她的情侣 求她带着自己飞到东方去 飞向海洋 可是 这只笨麻雀却不肯答应 她为什么不肯答应呢 因为她笨呢 她认为安定的生活比寻找快乐更重要 她既怕路上的风雪 又怕饥饿和寒冷 可是却忘了 一个不肯吃苦的人 是永远也得不到真正快乐的 但在有些人眼中 安定的生活也是种快乐 可是 她这样每天都得防备着顽童的时代 难道 这也算是安定的生活吗 所以我认为 其实 她应该带着麻雀姑娘走的 否则 她一定会后悔 那么你觉得 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呢 你看 他们还是走了 那只麻雀 毕竟还不算是太笨 那我是不是也不算太笨呢 你简直聪明极了 你想去哪里啊 随便 那你累不累 不累 那我们就这样一直走下去 走到哪里算哪里 好不好 好 只要你愿意 不管到天涯海角 我都永远跟着你 我跟定你了 你看 你说 等我们老了 会不会像他们一样啊 会 你很冷 没有啊 我不冷 我只是很饿 快要饿疯了 那你想吃什么呢 我想吃鱼翅 鱼翅 这贵地方怎么会有鱼翅呢 我知道前面就有啊 再走一段路 前面就是个大阵了呢 看起来你是饿疯了 我怕你坚持不到那里啊 越是饿的时候呢 越是想吃些好吃的东西 原来你跟我一样 都是个馋嘴 所以我们才是天生的一对啊 好了 我们快走吧 快点 来 我借着 早一杯 请 来 客官还有点其他东西吗 不用了 鱼翅马上到 稍等 你心里 是不是还在想着那个人啊 什么人 就是那个 一直想害你的人啊 偶尔难免会想一下 你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一直不曾告诉你那个人是谁 不知道 因为 我不想你去找他 所以我想求你一件事 你说 我要你答应我 以后不再想他 也不再去找他 我从来没有找过他 都是他来找我的 那 他如果再不来找你了呢 我当然也不会找他了 真的吗 真的 我答应过你 只要我和你在一起 任何人我都不想找了 我也会永远陪着你的 等我啊 我出去一下 你去哪里了 你的问题还真多 客官慢用 我看到你 你识过你 还没吃 什么 愿意 我 不硬 你 后应答应 两位是要找人 两位找谁 我好像不认识你们 真希望张姐姐能亲眼看到 并不是我要去找别人 而是别人要来找我 你不要再等了 不要等什么 不要等那个人回来 你知道我要等的那个人是谁 无论你在等谁 他都绝不会再回来 你知道他不会回来了 我知道 看来你知道的事情还真不少 我不知道的事很少 至少有一件事你一定不知道 什么事 我的脾气 我的脾气特别奇怪 别人叫我不要做的事情 我却偏偏要做 你一定要等他回来 一定要等 他要是不回来 你就要去找他 非找不可 出去 我好好地在这里 为什么要出去 因为是我让你出去 那我就偏偏不出去 好 你很好 我本来就不错 但你这一次 错了 我本来的 你能够 我本来的 你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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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你必须 你必须 别就 不要 不要 我 我 我 这是赔你的钱 够不够啊 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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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真没想到 你在这里也有认识的朋友 你摇头是什么意思 我摇头的意思是 我以前不认得他们 我以后也不想认得他们 你不认得他们 不认得 那两位是来做什么的 难道是来找我的不成 罗师 我不是来找你的 站住 是谁在我的鱼翅上撒了这么多盐 一定闲死人了 快赔给我 小二 再上一盆上好的鱼翅 要最好的排斥 我都快饿疯了 好嘞 客官稍等啊 你没有想过 我会去换衣服吧 女为悦己者容 这句话你懂不懂啊 我这身衣服好不好看 你喜不喜欢啊 喜欢 喜欢的要命 你在生气啊 你在生谁的气啊 我知道了 你一定以为 我又溜走了 不回来了 所以 你在自己生自己的气 现在我已经回来了 你还生什么气啊 你若不喜欢这身衣服 我就脱下来 马上就脱下来 你 你疯了 你快放手啊 鱼翅来了 放下来 我的鱼翅 我的鱼翅啊 看来我今天是注定 吃不到鱼翅了 дела 但是 晚上我站在一起 去吃不到鱼翅了 鱼翅啊 我来 今天是注定 我跟证明 都给你 我把鱼翅 我把鱼翅吃了 我真的要 我做 你 我和你 欧阳的疼不疼啊 不疼 还要再加两个字 加两个字 才怪 你怎么这么调皮啊 我若告诉你 你是我第一个男人 也是我最后一个男人 你信不信 我信 你刚才为什么要怀疑我 认为我不会回来了 我没有怀疑你 是他们说的 他们 就是那个活鬼偷胎的老头子 和老太婆 你为什么要相信他们的鬼话 我并没有相信他们的话 我只是有点紧张 紧张什么 我虽然明知你一定会回来 却还是怕你不回来 因为你如果真的不回来 我不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找你 你真的 把我看得那么重要吗 真的 其实 怕的应该是我 不是你 你怕什么 怕你变心 怕你后悔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很多放不下丢不开的人 现在 虽然你跟我走了 可将来你一定会后悔的 算了不说这个了 你去给我买鱼翅我肚子好饿 这么晚了 我到哪里去给你买鱼翅啊 我不管 去买鱼翅回来 否则的话 小心你的耳朵变成 马有耳丝 买鱼翅来喽 难道他真的不辞而别 还是他出了什么事 这一切会跟内的老夫妻有关吗 这次我是真的走了 今后 无论是你需要我的时候 还是不需要我的时候 我都再也不会出现 记住我说的话 不要去找那个人 也不要再去找我 不管他在哪里 我一定要找到他 你是天使 放中我的骨子 以你的方式 温柔手指 拂过我的伤口 浪漫和真实 纷纷扰扰闻时 像不由己现实 我的怀抱是你 回归的地址 问我 是不是爱上你是 美丽的样子 依然为你守着 成风的相思 问你 还是不是 记得那句 破灰的情诗 战断山群心事 只为一个字 难道这世上 真的没有人知道 你的下落 我 应该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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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过了几天 她竟已老了这么多 金姑娘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解脱 问你还是不是 记得那句 无悔的情绪 战断三千心事 只为一个字 问我还是不是 爱上你是 美丽的样子 依然为你守着 尘封的相似 问你还是不是 记得那句 无悔的情绪 战断三千心事 只为一个字 问我还是不是 这世上的事 就如水中的月亮一样 水中明明有月 你明明可以看到它 却不能补诸到它 却不能补诸到它 宁愿为你是 不认识 不认识是世事 我绝不对此 问你还是不是 几个难 酒唯一 你水好的地方 就是酒永远 不会让人太清醒 拭误 看来只有我最好的朋友 才了解我此刻的心情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怕不怕吃苦 不怕 你怕不怕死 有时怕 但为了找他 你连死都不怕吗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你的确是个值得我帮助的人 我问你这些话 只是想让你明白 只有不怕吃苦 不怕死 你就能找得到他 这世上有一个神秘的家族 有的人说他们是来自天涯 有的人说他们来自海江 有的人说他们来自滴水成冰的血缘 也有的人说他们来自飞鸟灭绝的荒漠 其实 根本就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你说的 是那家姓麻的人 是 有人说他们姓麻 但也有人说他们不姓麻 其实 其实在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他们姓什么 是不是 不错 但他们又和张杰杰有什么关系呢 你既然知道这家人 那你就应该知道他们的住处了 你敢去吗 就算是刀山火海我也敢去 那要是去了就再不能回来 你也不会后悔吗 绝不后悔 照你的意思说张杰杰难道在山洞里 没错 你只要能找到山洞 也就找到了他们的圣坛 这样 你也就能够找到他 圣坛 圣坛就在山洞里 那里是他们的禁地 绝对不允许外人踏进去半步 他们所信奉的 是神秘的宗教 只有他们的神 才能告诉你 张杰杰在哪里 他们的神 对 他们的神 他们的神与众不同 有什么不同 他们的神 既不是偶像 也不是先灵 他们的神 是活生生的 这么特别 那么他们的神 到底在哪里 那就要看你的决心了 在这里我要告诉你 你不能让山洞里的任何人 留一滴血 只要你身上沾上了血 你将后悔终生 对 你怎么办 你听清楚 别人 你都听清楚 你不听清楚 是否这样 是不听清楚 你们在一起 跟你们贵清 不认识 老叔叔 等他说出来之后呢 你可以回头去看看吧 你真的要去那个山洞吗 对 因为我一定要找出事情的真相 找出那个人是谁 况且张洁洁应该也在那里 你不是想告诉我 你真的爱上那个小妖精了吧 储留香啊 储留香啊 给我多少钱 我都不会相信 你会变成现在这样子 什么样子 哎 你不是想告诉我 说不出来啊 总之我一看你们这样子 就很生气 说真的 你们会真的为了找他 要放弃一切 为了他 要牺牲一切吧 我问我 自由 何家 天地大 是海 我家 是青春 若为 轻易付出代价 月亮我也能 扛下 无所谓 无所谓 天下 无敌 神兵 青铜 降帖 毕业 又恭喜 八九魂严 还有谁能 车身去 一